黄豆芽的功效作用 黄豆芽在全国范围内里皆有生产 是一种由黄豆发芽而成的蔬菜 它含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常吃黄豆芽对青少年生长发育、预防贫穴等大有好处 E. 清热解暑 黄豆芽具有清热明目、补气阳血、防止芽营出血、降低胆固醇等功效 黄豆芽性寒、对于由上活引起的便秘、大便肝结 使用黄豆芽可以改善这些情况 但是肠胃不好的人因少时,避免引起腹泻腹痛 2、降低胆固醇 黄豆芽中所含的维生素E能很好地保护毛细血管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经常使用黄豆芽可以降低胆固醇 防止老年高血压,适合于高血压、高血脂症患者使用 3、保护皮肤 黄豆芽中维生素B足含量丰富 在维生素B2缺乏的春季 多吃些黄豆芽可以有效地防止维生素B2缺乏症 保证肌肤的健康 常吃黄豆芽预防维生素B2缺乏症 防止脂液性皮炎、皮肤粘膜损伤等症的发生 4、美容养颜 黄豆芽中的维生素E可以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 达到抗氧化的作用 延缓肌肤的衰老 对面部的雀斑也有一定的淡化作用 常吃黄豆芽能营养毛发 使头发保持乌黑光亮 5、增强免疫力 黄豆芽中的蛋白质含量丰富 青少年吃了可以促进生长发育 强健体魄 补充人体所需氨基酸 增强免疫力 黄豆芽中还含有干扰素诱生剂 可增强肌体抗病能力 常吃还有抗疲劳 健脑抗癌的功效 黄豆芽的营养价值 营养价值 黄豆芽是黄豆锁泡 是较多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来源 每100克黄豆芽中含有蛋白质11.5克 脂肪2克 碳水化合物7.1克 粗纤维一克 维生素主要有维生素B族元素和维生素C合一 微量元素主要为钙 零 铁等 1.春天是维生素B缺乏症的多发季节 春天多吃些黄豆芽 可以有效地防治维生素B缺乏症 2.另外因为黄豆芽富含维C 是美容食品 常吃黄豆芽能营养毛发 使头发保持乌黑光亮 对面部雀斑有较好的淡化效果 吃黄豆芽对青少年生长发育 预防贫穴等大有好处 3.黄豆在发芽过程中 黄豆中使人胀气的物质被分解 有些营养素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了 近年来发现黄豆芽中有一种消极磷酸酶 可以减少癫症发作 4.黄豆发芽后天门冬氨酸急剧增加 所以经常吃黄豆芽能减少体内乳酸堆积 有助于消除疲劳 产妇食用可有效消除产后疲劳感 黄豆芽的吃法 轻炒黄豆芽 准备食材如下 黄豆芽500克 青蒜50克 红椒一个 食盐4克 味精2克 葱5克 姜5克 花椒一抓 料酒1汤匙 香油1汤匙 植物油2汤匙 具体做法如下 黄豆芽洗净 蒜苗洗净切断 红椒切丝 将切丝 葱切葱花 锅内放油 漆成热食放入花椒 葱花和姜丝边炒出香味 放入黄豆芽和少许料酒边炒一会 放入蒜苗和红椒丝翻炒至蒜苗断生 放盐调味 最后放味精和滴几滴香油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凉拌黄豆芽 准备食材如下 黄豆芽500克 红椒两根 生抽二匙 香油一匙 蒜泥半匙 小葱一根 白芝麻适量 陈醋一匙 辣椒油半匙 白糖少许 具体做法如下 黄豆芽摘去老根 红田椒切丝 葱切丝 香油 陈醋各一匙 辣椒油 蒜蓉各半匙 生抽两匙 糖少许拌匀成味汁 锅里烧开水 先放入黄豆芽 红椒丝汆烫二至三分钟 起锅前关火 加入葱丝捞起 浸泡在冰水里 瀝干水分 倒入事先调好的味汁 上桌前撒上熟白芝麻即可 黄豆芽食用禁忌 一、在生发黄豆芽时 注意豆芽不要生得过长 因为豆子发芽后 豆子中的油里氨基酸 和还原性维生素C 开始随着豆芽的成长 开始慢慢增多 但是 豆子在成长过程中 会不断地消耗营养 并使自身的植酸酶活性 不断升高 不断地水解植酸 除了植酸含量的下降 还有豆子中的蛋白质 也转化成维生素等成分 供自己生长 因此 豆芽长得越长 营养物质损失就越多 二、烹调黄豆芽切不可加减 要加少量食醋 这样才能保持维生素 必不减少 三、烹调过程要迅速 或用油急速快炒 或用沸水掠囤后 立刻取出调味食用 四、加热豆芽时 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时间 八成熟即可 没熟透的豆芽 往往带点色味 加了醋即能去除色味 又能保持豆芽爽脆鲜嫩 五、黄豆芽配豆腐炖排骨 煮汤对脾胃火气大 消化不良者很适宜 六、务实无根豆芽 因无根豆芽在生长过程中 喷洒了除草剂 而除草剂一般都有致癌 直击、致突变的作用 七、应用于湿血性贫穴 黄豆芽250克、大枣15克、猪骨250克、加水适量酒煎 加盐调味 一天分三次 石豆芽、饮汤 禁忌人群 黄豆芽性寒 慢性腹泻及脾胃虚寒者不宜食用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 青少年可多食 孕妇多食 对缓解妊娠性高血压和产后便秘有一定效果 为中肌热、高血压、吸肺、肥胖症、便秘 痔疮癌症及癫痫患者已食用